10 鞋的日啊 鞋的比较单调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是鞋的上去 平的 然后再下来 哎呀 这种磕的感觉啊 鞋起来略为做作 但是做作归做作就有它的特色 伸长 拉下来 滑过去 鞋过来 然后这里刚好相反 这是粗的 变细的 细到粗 粗到细 一直在做一个不同的搭配 那这个字的变化性就可高 然后这里不要写太小 一般来讲还是方一点 感觉如果写的不方就变成 如果凹下去就会变成感觉是在写柳公权了 所以其实这个笔画 照理说都应该比较方 刻 踏出来可能有时候会失准 但是应该都偏方 当这个重心歪得好可爱啊 其实这都不是在正中间啊 跟我们传统想象的 都不是在正中间 这个非常的边 非常的边 然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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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 然后这又抬得非常的高 然后折下来 那这七笔并不是在 左边 而是在这条线的中间 那这里收得非常紧 那这里又放的非常开 那其實收的都比較方正 唐凱收的會比較下面比較收容 尤其到了柳弓拳 簡直上下的比例差很多 好 當 5 在這篇裡面 其實我最不喜歡寫的字都是無字 那無字怎麼寫都覺得哪裡怪 看不太上來 說不太上來 好多個5 寫起來都不太好寫 一直拿不到他的精髓 到底想表現什麼 這個到底幾點 好像間隔又分的不太一樣 這兩點這三點 這一點又分的比較開 這個是用一束代表過去滑過來 後面稍微放尖一點 5 懷 這個懷的心啊 感覺有點怪 怪在哪裡 它是不是多一點 其他前面好像沒有多這麼一點 為什麼只有這個多一點 其實那個不是多一點 如果你寫過前面的鬼字就知道 原來它的鬼旁邊都會多一點 不是心部多一點 這樣弄清楚 有時候前面也沒寫過不曉得它為什麼這樣 其實那個 這裡 一般我們寫完再寫這個 在它前面出現的 其實是整個這樣滑下來 這邊看不太出來 是因為崩壞 張本龍前面的鬼是整個很明顯這樣流下來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凹過來 然後再折上去寫得有點 截曲傲雅 看起來不是那麼好寫的感覺 然後這上面又寫一個 口 我們是寫詩啊 寫口 加一點粗細 然後這個點是 這個點是鬼的點喔 不要搞清楚 這個點 是屬鬼的不是屬心的 所以不要以為它寫錯 它不是寫錯 它鬼本來是這裡有多一點 身前面也出現過一次 可是兩個身都有一個地方都是共同的特點 就是每次到了一個地方 關鍵的時候它竟然都模糊掉了 真可惡 什麼叫模糊掉 我們看一下這裡折下來 沒問題吧 好那這裡是吸到粗 膨脹起來 這裡啦 這裡之前不知道是一個點還是像它這樣一個轉 折過來 然後這裡寫上去 因為上次那個也這裡 然後這裡又不小心 感覺這裡有一束去搭上 所以在前一篇的時候 總是覺得它只是寫這裡一個點 然後這裡一束 到底是不是這樣寫還是那樣寫 其實 拆不上來 因為文線不夠多 清楚的地方都清楚 不清楚的地方 兩個地方都不清楚 好 深 有很多ruktur sister的方面 你看我們 News 但這次麻煩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